大家好,我是市长老狗 今天要讲的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犯罪片《借刀杀人》 故事开始 在一个繁忙的大都市生活 每个人都奔波在这个城市中 人人都有自己烦恼和自己的化解方式 麦克斯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每天在工作前都会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 还会在正式发动前对车子进行各项检查 他已经在洛杉矶干了12年的出租车 对于洛杉矶的街道烂书于心 甚至能够精准地说出到达的时间 他工作认真负责从不超时也不会偷偷绕道 反而会为乘客选择最省钱最快到达的路线 他的梦想是攒钱买一辆奔驰 成立一家豪车租赁公司 12年来一直为此努力着 他的车子遮阳板上放着一张马尔代夫的照片 每次当他疲倦的时候 就拉下遮阳板看几眼照片 放松下心情 这天麦克斯载了一位女乘客 他是一位检察官 正在为一件案子烦恼不已 他一上车就告诉麦克斯要走哪一条路 但是时尚的麦克斯告诉他 有一条更快更省车费的路 为此两个人还打了一个赌 如果麦克斯输了 这趟他就免费送女检察官一程 麦克斯选的路线一路畅通 果然比女检察官的路线要顺利 在这个已经习惯各扫门前雪的社会里 麦克斯这样宁愿自己少赚点 也要找尽到位顾客节省时间的司机实在少见 在两个人的闲聊中 女检察官毫无顾忌地说着 他工作上的压力和烦恼 到达目的地后 麦克斯把自己遮阳板上的照片 送给了女检察官 告诉他 如果感觉非常累的时候 可以看照片放松下 检察官其实对于麦克斯也颇有好感 在他下车的时候 随便找了个借口 递给了麦克斯他的名片 但是麦克斯为两个人的差异感到自卑 就算他知道检察官递给他名片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连打个电话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他接连摇头叹息 心不在焉地整理了车里的东西 他并没有注意到车窗旁要搭车的乘客 就在乘客起身 打算拦下后面一辆出租车的时候 麦克斯才反应过来 连忙招呼那名乘客 乘客坐上车后报了一个地址 顺口问了一句多久到达 麦克斯堵定地告诉他 七分钟到达 在车上两个人开始闲聊 麦克斯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洛杉矶 乘客说不是 他每次来洛杉矶都想快点离开 他非常讨厌这个繁华而冷漠的城市 他告诉麦克斯 自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 说有个人死在了地铁里 但是足足六个小时都不曾被人发现 如果不是工作 他绝对不会来这里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乘客的目的地 果然和麦克斯说的一样 七分钟 这样乘客非常满意 他今天晚上需要跑五个地方 有麦克斯会让他非常省时间 他便提出包下麦克斯的出租车整夜 拉自己去五个不同的地方谈生意 付给他一份不菲的报酬 并自我介绍名字是文森特 麦克斯几番推辞 最终还是开心接受 文森特走后 麦克斯把车子停到楼房后面的小巷 他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拿出车子宣传册翻看 突然一声巨响 一个尸体从高空坠落到他的车子上 虽然麦克斯常上夜班出租 很多事情都见怪不怪了 但是尸体落到车子上还是第一次 他害怕的连滚带爬来到车外 这个时候文森特也从里面走出来 看着车子上的尸体 面色毫不惊慌 反而是向四周张望 麦克斯看着尸体 在计算着文森特走进去的时间 他猜测凶手就是文森特 果然文森特承认了 不过他说自己只是开了枪 人是子弹杀的 他胁迫麦克斯帮他把尸体藏到后北厢 之后在文森特的威胁下 麦克斯只得载着他去往下一个地点 在车上 麦克斯惊魂未定 他告诉文森特自己不想助手违约 文森特为了安抚麦克斯的情绪 告诉他这又不是什么大屠杀 自己也是受人命做人事 这是他的工作 更何况死的也不是什么好人 原来文森特是一名顶尖的职业杀手 他这次就是受一位大毒枭的雇佣 来洛杉矶杀掉这次的五名重要的污点证人 他一直拿着的包里面就是证人的信息 不久一辆巡逻车把他们拦下 文森特告诉麦克斯好好应对 不要搞砸让自己出手杀了警察 麦克斯无奈只能与巡警周旋 在巡警的话中得知 原来是麦克斯破碎的挡风玻璃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麦克斯撒谎是他行驶的时候撞上了一头路 虽然理由充分 但是巡警还是要检查车辆 他们让两人下车准备检查后备箱 文森特眼看情况不妙准备出手 幸好巡警接到了紧急任务 只好放过他们 躲过一劫 两人发动汽车再次出发 很快便来到了第二位目标的住所 麦克斯把车停在了一条小巷里 文森特为了防止他逃跑 把麦克斯的手绑在了方向盘上 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麦克斯的呼叫气响了 是车行老板 巡警把车辆受损一事 报告给了车行 按理说 车辆有车险 就算赔偿也不该是驾驶员 但是车行老板知道麦克斯性格老实憨厚 打算趁机敲诈麦克斯一笔 面对车行老板的兴师问罪 麦克斯不敢有什么意见 在一旁的文森特看不下去 在他的威胁和指导下 麦克斯把车行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之后文森特才满意离开 在他离开后 麦克斯开始计划逃离 麦克斯为了得救 不断地按着汽车的喇叭 在偏僻的巷子里 汽车的喇叭声格外刺耳 一群小混混被喇叭声吸引 看到被绑在车上的麦克斯 他们不但不帮忙 还想趁火打劫 他们抢走了麦克斯的钱包 还有文森特放在后座上的皮包 之后满意离开 这个时候完成任务的文森特 从大楼里出来 喊住了离开的小混混 想要回自己的皮包 可是小混混看到 不仅不当回事 反而持枪打算抢劫文森特 随后被文森特拿枪打死 他拿回皮包和麦克斯的钱包 告诉他不要耍花样 要不然只会有更多的无辜丧命 与此同时 一位胡子警官联系不到自己县人 他只能来到县人住所找人 但是来到现场发现县人失踪 这个县人就是文森特的第一个目标 他的尸体 现在就在麦克斯的后备箱 胡子警官叫来警察探判现场 因为现人是一桩贩毒案的污点证人 身份特殊 就连FBI也来到现场 在现场虽然没有找到尸体 但是发现了一枚弹壳 因此他们推测现人很可能已经遇害 根据目击者证词 这里不久前有一辆出租车来过 很有可能凶手就是出租车司机 这让胡子警察想起了不久前 在另一个城市 也发生过同样的案件 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杀害三人后 畏罪自杀 可是那个司机和受害者 没有任何联系 也没有什么精神疾病 当时调查的警察怀疑凶手 是车子上的另一个人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胡子警官觉得两个案件太相似了 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原来这是文森特的惯用伎俩 麦克斯是他早就计划好的 下一个替罪羊 这边文森特带着麦克斯 来到了一处酒吧 这里就是第三个目标的所在地 他以爵士院爱好者的身份 和这里的老板攀谈 两个人聊到了酒吧散场 但是在交谈中 文森特一直在观察四周环境 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他说出了雇主名字 老板清楚自己的证人身份 已经暴露 他请求文森特放过他 但是很快 他就死在了文森特的枪下 见到死警 麦克斯崩溃了 他不明白 前一秒还相谈甚欢的人 文森特怎么能够说杀就杀 酒吧里三个人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拉近了不少距离 他的嫌疑是觉得 文森特本质也许不是那么坏 在酒吧里的事 彻底粉碎了他的想法 可文森特管不了那么多 他一把掐住麦克斯的脖子 把他压在车子上 警告他搞清楚状况 这时呼叫器里 又传来车行老板的声音 他说麦克斯的母亲 快把自己的电话打爆了 原来每天晚上 麦克斯都会去医院看望母亲 为了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也为了能更好地掌控麦克斯 文森特强迫麦克斯 带他一起去医院 在进入医院的电梯时 胡子警察也出现在这里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手和警察擦肩而过 在病房里麦克斯的母亲 热情地和文森特交谈 在聊天中 文森特发现 麦克斯一直在骗妈妈 自己在车行工作 麦克斯的妈妈 把文森特当作麦克斯的客户 文森特并没有揭穿 麦克斯的谎言 但是在一旁的麦克斯 却坐里难安 他知道文森特 是多么危险的人 他不能让妈妈和文森特多待 他告诉妈妈 自己和文森特还有工作 必须马上离开 说完 看着还在病房和妈妈 告别的文森特 拿起他放在病房门口的皮包就跑 文森特发现连忙追赶 麦克斯怎么可能 跑得过职业杀手 眼看就要被文森特追上 麦克斯将皮包扔下天桥 皮包被破路的汽车压得粉碎 里面是目标的资料 这让文森特恨不得杀了麦克斯 这边的胡子警官 来到医院停尸间 他没有发现现人尸体 反而发现了半小时里 有两具死法一模一样的尸体 他认出来 其中一位是贩毒案中 现人的辩护律师 看来是毒销在灭口 他大感不妙 立马通知了同事 现人和停尸间死法 一样的两具尸体 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猜测 这边的文森特 并没有杀了麦克斯 他还没有完成任务 却被麦克斯 毁掉了目标人物资料 他让麦克斯 载着自己来找大毒销 在门口 他让麦克斯顶替自己进去 找大毒销 拿目标任务资料 因为他这种顶级杀手 在接任务的时候 为了隐藏身份 从来不会和雇主见面 他威胁麦克斯 如果十分钟后他没有出现 自己就去医院 杀了麦克斯的母亲 迫于无奈 麦克斯只能前往大毒销的老巢 而大毒销的老巢 早就被FBI监控起来了 胡子警官这时候 也来到了FBI的监控点 他告诉FBI事情的严重性 目前已经有一名证人失踪 两名死亡 说着 他在监控中 看到了停在门口的出租车 放大后 看到车子车顶被砸 挡风玻璃破碎 他想到了第一名线人的失踪现场 加上目击者的话 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凶手乘坐的 他立马记下了车牌号 让人查询车辆的资料 这边 麦克斯冒充文森特 成功见到了大毒销 大毒销对于文森特丢掉名单 一事颇为恼火 这份名单 使他花费大价钱 用最高端的间谍设备拿到 麦克斯面对毒销的指责 习惯性的道歉 大毒销看着麦克斯懦弱的性格 这让他觉得文森特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他甚至暗示手下直接杀掉麦克斯 命悬一线的麦克斯为了保命 只能模仿起文森特 他一边放狠话 一边告诉大毒销 自己丢掉资料 是因为有人查到他头上了 自己丢掉资料 也是为了保证人物不被发现 大毒销被麦克斯唬住 没再多说什么 他把剩下两个目标人物的资料 拿给了麦克斯 但是文森特奇怪的性格 还是让他心生怀疑 他告诉手下跟上去 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直接杀掉文森特 这边的FBI 从麦克斯的模糊音频中分离出了一句话 我是文森特 他们断定麦克斯就是凶手 等他出来就进行抓捕 但是胡子警官认为 他很有可能是冤枉的 之前也有过相似的案件 应该谨慎些 但是他官职太低 没人听他的话 麦克斯回到车上 把资料交给文森特 文森特用麦克斯的电脑查看后 确认了下一个目标的地址 他让麦克斯开车前往一家酒吧 FBI看到出租车开走后 立马开始部署 一边派人找到最后一名证人保护起来 一边抓捕自称是文森特的麦克斯 但是胡子警官在查看麦克斯的资料后 发现此人已经做了12年的司机 实在不像是职业杀手 但是FBI认为 杀手最擅长伪装 也许真正的麦克斯早就被杀了 现在的这个是杀手伪装的 胡子警官始终相信麦克斯可能是为冤枉的 他跟随FBI一起行动 希望能够提前找到麦克斯 确认他的身份尽可能的救出他 在这家夜店里汇聚了三股势力 夜店里的人们忘情跳着 对于周围的事情浑然不知 文森特在人群的掩护下成功刺杀目标 胡子警官在夜店里找到了麦克斯 并带着后者逃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名司机是清白 可就在麦克斯认为自己终于逃出文森特的掌控时 文森特以为麦克斯被挟食 他开枪杀掉了麦克斯身边的警察 唯一相信麦克斯是清白的警察 被文森特杀掉 掐灭了麦克斯最后的救生稻草 为什么要杀一个无辜的警察 崩溃的麦克斯如此质问文森特 文森特却回答他 你不过是一个司机 就连自己计划开豪车公司 12年来毫无进展 遇到喜欢的女生 也不敢打电话过去 自我逃避的人凭什么教训他 那些来往于冰冷都市中 形形色色的人 看似心怀梦想 但从未真正地实践过 一次又一次立下虚伪的誓言 然后继续沉浸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落此不疲 所以文森特才会选择麦克斯 这个以梦想为名 开了12年的出租 却从未去尝试 实现梦想的平凡司机 这样碌碌无为的沉默者 怎么会干扰到他的杀人的计划 文森特的话 如同闪电般击穿了麦克斯 每天开着出租 却不曾靠近梦想半步 还一如既往地 过着这种麻木的生活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思考间 麦克斯不自觉地加快了车速 他仿佛被一语点醒 疯狂地向前挤持 他不想再受文森特摆布 助纣为虐 在去往最后一个目标的路上 他猛踩油门 向路边的路障撞去 车祸迎来巡警 警车的警报声 惊动了受伤昏迷的杀手 他挣扎着爬出车外 顾不得教训麦克斯 迅速地逃离了车祸现场 麦克斯如愿以偿地 摆脱了文森特的控制 但是就在他以为 噩梦般的一晚即将过去的时候 车子后备箱里 尸体被巡警发现 他们立马逮捕了麦克斯 而此时的麦克斯 发现电脑屏幕上 显示的是女检察官的照片 原来文森特的最后一个目标 就是负责此案的检察官 为了救下女检察官 他必须立马找到女检察官 麦克斯看到地上 文森特遗留的手枪 于是他突然击到巡警 拿起地上的手枪 将巡警靠在车子上 直奔女检察官的办公室 在路上 他抢了一部手机 想要联系女检察官 但是无人接听 他只能拨打办公室的电话 等麦克斯跑到了 联邦调查局大楼停车场的楼顶 才打通了女检察官的电话 麦克斯在电话里 告诉有杀手要杀他 让女检察官快跑 起初麦克斯说话 女检察官是有些不信的 但是麦克斯在最后 提到了大独肖的名字 这时他才开始相信 但是这时 文森特已经进入了大楼 作为一名职业杀手 他有一个能进入 所有地方的门禁行 他一路畅通地 来到了女检察官的办公室 不过女检察官并没有在办公室 文森特通过桌子上固定电话 锁定了女检察官的位置 这时的麦克斯 能够清晰看见 站在窗边的文森特 他让女检察官快跑 然而这时 麦克斯的手机却没电关机了 通话中断的麦克斯 没法知道女检察官的情况 他连忙向大楼狂奔 这时的麦克斯 将酒楼的电闸破坏 他开始寻找女检察官 没多久 就找到了四处躲藏的女检察官 关键时刻 麦克斯及时来到 文森特对于麦克斯的到来 感到惊讶 但是也不屑一顾 因为他认为 胆小的麦克斯 并不敢做些什么 但是他没想到 麦克斯竟然会 果断朝他开枪 他拿枪打伤文森特后 连忙拉着女检察官逃跑 被打伤的文森特怒不可遏 他紧随其后追赶上去 麦克斯带着女检察官 一路逃跑来到地铁站 他们逃到了一辆地铁上 看着地铁门关上 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逃过一劫 殊不知 这时候的文森特 在最后时刻跳下来 正好站在他们 锁在车厢的后门 麦克斯看到文森特的身影 连忙带着女检察官 顺着车厢一路向前逃跑 文森特紧追骑后 寻找两人 很快 麦克斯两人就推到了 最后一截车厢 文森特也来到了两人附近 已经没有退路的麦克斯 只能选择在地铁进入轨道 车厢陷入黑暗的时候 隔着一扇门 和文森特展开一场射击 地铁驶离隧道 车厢也重新明亮了起来 车厢陷入了安静 文森特缓慢地坐下 麦克斯感到奇怪 他举着枪 来到文森特对面坐下 原来文森特被打中了 多处中枪的他已经疲惫不堪 最终败下阵来 在最后文森特看着麦克斯问道 如果有人死在地铁上 有人会注意到吗 原来文森特在出租车上说的话 竟然是自己的宿命 地铁到站 麦克斯带着检察官下车 文森特随着地铁继续前进 他的尸体什么时候能被发现呢 洛杉矶的太阳将照常升起 人们还在麻木不仁的生活 这个城市也会一直冷漠着 好了 本期结束 我是老狗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